快来人呢 快来人呢 快收拾 来 快起来 各位大人 请一步偏庭休息 这声 传狠 姑娘 夫人快看 你 你干什么 这香辉都溅到红尚书身上了 这兽衣不能穿了 你 你这是干什么 香辉落在兽衣上是亡魂在喊冤的 这太不吉利了 得赶紧换下来 什么冤不冤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不要无边我们家老爷 胡说什么 还不赶紧向冯夫人赔罪 我没有胡说 还顶嘴 王爷 他确实没有胡说 我也听说过 冯夫人 我劝你还是赶紧给冯尚书换一身吧 我们是不信 万一让哪个信的桥件传扬出去 不也有损冯尚书的名声吗 这 老爷去得突然 一切准备的仓促 不周指出 还望各位大人海寒呢 冯尚书是何日返京的 不知甚染何急 竟去得这么突然 就在昨日城门关闭之前 老爷一进城 便去参加几位同僚 给他设的接风宴 一路劳断 又多饮了几倍 这便勾出了恶技 这人上了年纪 身子就马虎不得了 薛汉林说得是啊 我们夫人也经常这样叨念老爷 可是老爷总是忙于公务 把夫人的话当耳旁疯了 我记得冯尚书没有公子 但是有三位千金吧 怎么方才一位都没有见到 三位姑爷在境外围观 三位小姐随姑爷外任 老爷去得突然 怕是要等到出殡之日 他们才能赶回来 那二夫人呢 老爷去西南巡视 离家日久 刚一回来就突然故去 二夫人悲伤过度 病倒了 不便见客 死者仪仪 好好劝劝吧 是 小人告退 公宋安俊王薛汉林 刚才领堂上闹的是哪一处啊 只是心有疑虑 想要看清楚 有何不妥吗 尚未调查明白 真是愈发胡闹了 如果让圣上知道该如何是好 锦鱼 公宋先生 公宋景阁了 好 锦绍卿 安俊王要是得空的话 究竟到我府上用顿便饭再走吧 爹 你给打住吧 安俊王去咱们家 娘又要给他介绍姑娘 你给饶了我吧 你娘给安俊王介绍姑娘 有你什么事 有我什么事 城门失火 殃鸡吃鱼啊 爹 这 锦阁老 近日三法司所事繁多 晚辈便不去府上叨扰了 改日亲自登门去探望伯母 不过 有件公务要与锦衣谈谈 锦阁老可否让锦衣随我回去 也好 好好跟着安俊王办柴 不然的话我回去告诉你娘 锦阁老放心吧 嗯 搞死了 就知道狗庄 嗯 双千渐载 你就知足吧 王爷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我以为肯定要露馅儿了呢 你们还真去验尸啊 啊 锦大人不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那样帮我啊 从来不搭理这些红白喜事的安俊王 带了个武座去吊咽 这不明摆着呢嘛 黄蜀狼给七百年 黄蜀狼 我就是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楚楚 刚才匆匆一验 可看出些什么 嗯 是有一点 嗯 等一下 这都已经到午饭的时辰了 楚楚 你饿不饿 是有一点饿 早晨光顾着胃机 忘记我喂自己了 王爷 看在我和楚楚如此舍命赔君子的份上 你不应该好好请我们吃一顿吗 不用不用 我身体很好 饿一会不要紧的 这怎么可以 人在挨饿的时候脑子不灵光的 容易忘事 思考问题还容易出错 你是武座 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好 边吃边说吧 想吃什么 请少卿 快起快起啊 这位是 这位是三法司的安君王 小人如归楼掌柜许如归 叩见安君王 免礼 谢安君王 老规矩 酱烧乳鸡 泥鱼制 还有香烤羊类条 记住 一定要小羔羊 千万别烤过了火 多给我来份蘸料 我最喜欢你家胡人厨子的蘸料了 请少卿放心 都记下了 安君王初次光临 可需小人为您介绍几道 本店的招牌菜式 不必了 我要一份花兰鸡 酸汤鱼 还有凉拌鱼腥草 王爷怎么点的 都是浅州菜啊 王爷 你也太会点了 鱼腥草这东西 长安口多见 只有如归搂有 安君王点的这三道菜 都是地道的浅州菜 正巧小人店里 有一位浅州籍的厨子 虽然不敢称厨艺精湛 但这地道的浅州味道 还是能做出几分的 安君王 锦绍卿 请稍候 饭菜马上就到 等等 给这位姑娘添一杯茶 恕小人眼镯 怠慢了姑娘 不慢 不慢 坐吧 这个人 长得好奇怪啊 小人告退 你是这儿的常客 常客倒算不上啊 这儿东西好吃贵好吃 但是特别贵 要是没人给我宰的话 我可舍不得 安君王 锦绍区 姑娘 三万请慢用 要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小人 小人告退 怎么 这些菜不合你胃口 不是 就是觉得这个掌柜长得 没什么 今日你辛苦了 吃吧 王爷 你也喜欢吃浅州菜吗 从没有吃过 我兄长是驻方西南的武将 从前听他说起过这几道浅州菜 浅州距离长安有千里之有 你起码走了一个多月 很久没有吃过家乡菜了吧 你是为我点的 听你二人吃饭 自然是为你二人点菜 小人 不过 我还没得验出死因 不要紧 先捡点肚子吧 来 玩给我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他前周级的身份应该不假 楚楚 这前周菜做得可地道 地道 特别地道 你吃得惯就好 慢慢吃 不必客气 谢谢王爷 你刚刚在冯府灵堂可有什么发现 冯介胸前有很明显的伤处 不过那一处不是害人的伤 是救人的伤 救人 如何救 我能跟你比划一下吗 你就当冯介 我当那个救他的人 好 你干什么 我在跟你比划呢 这会冯尚书已经死了 所以你得全身放松 闭着眼睛弹好 不管我怎么动你 你都不能动 冯尚书胸前的砖痕 应该就是这么来的 我心情不正的 你也不想不客气 你不想不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